整个鬼吴敦义明天就要走马上任了 他的姑娘性格让很多国民党立委非常担心 说未来行政立法两院互动恐怕会有问题 有人先给了下马威 说不会给这个新内阁蜜月旗 而为了化解这个党内的杂音呢 马总统从星期五开始 那么将要带领这个吴敦义还有朱立伦 分四个梯次跟国民党立委来进行参序 也希望吴敦义9月18号 能够顺利在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 以下被试为是党内姑娘的吴敦义要阻隔 还没走马上任 党内立委已经先放话 新内阁别想要有蜜月旗 我想当然是不会有蜜月旗的 因为这一次在整个风灾过后 可以说大家对整个政府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尤其是组重新改组了之后 所以我想应该是没有蜜月旗 应该要把集中火力赶快给人民一点信心跟希望 正因为吴敦义之前和立委同僚互动不多 马总统周五将亲自带领吴敦义和朱立伦 与国民党立委参序化解党内杂音 我认为参业OK很好 沟通是对的 说服是对的 说明是对的 但是 不能有摸头的观念 你也不能想说 我吃个饭就不能有杂音了 杂音本来就是民主政治的常态 民主政治里面没有声音 没有监督没有反对 没有批判的声音 那就糟糕了 大家都是本党同志啊 大概见面三分前 我想不会有认的那个啦 除了某少数几个人曾经有一些瓜葛以外 其他我觉得应该都 你们都知道 你还问我 对报纸都看那么大 这种瓜葛可不可以划 可以啦 见面都三分前啦 参讯能否达到沟通的效果 仍是个未知数 但已经有国民党立委呛瞎 立法院开议之后将进行软性杯葛 行政立法两院的关系备受关注 中续新闻蔡木喜黄安晴 台北报道